音乐 好 请会长 我们一起洗清 拿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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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阿弥陀佛请帮长 各位同学大家早 那我们今天先呼吸一下 上礼拜的部分 好 这是我寄给同学的讲义第一章 第一章这个是我们的五位七十五法 那画黄色的地方是我们的二十二根 它的总共在七十五法里面 如果以上一次有看到我们这一章十八戒来讲的话 我们的二十二根它分析在这个十八戒里面 那这个法戒还有这里其中十三法里面 有部分是法戒 好 那五进根其他的十三法是哪一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章讲义的部分呢 你把这七十五法嘛 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 然后呢 我们的一根是新王这个地方 还有呢 大地法里面的寿心所 还有呢 会心所 念心所 三谋地 三谋地是定的意思 还有呢 这个大善地法里面的信心所跟寿心所 那其他的 还有一个我们不相应形里面的明根 这样算一算 这里算一算呢 总共呢 这边就有十三 你自己稍微算一下 这里总共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十三是不是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对 十三 好 所以呢 这一张分析表是告诉我们说 这里的十三法是七十五法 因为十八戒跟二十二根的关系 在之前分析过 然后再来试看二十二根呢 他在七十五法里面分布的范围 是在十三法里面是根 其他的五进 因为呢 我们以这一个 这个七十五法里面来看呢 这五进就是色身相畏处 好 那五表色他也是在法界里面嘛 所以呢 心所法 其他的部分都是法界的部分 心所法 不相应形法 好 还有五表色 这都是法界的部分 好 包括呢 五维法 所以呢 他的内容只讲五进跟其余的法界 因为呢 剩下的部分全部都是含瓜在法界 所以法界呢 是整个我们的讨论里面的重点 那二十二根里面呢 我们进入根品的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先讲戒品 然后再讲根品 因为呢 这个戒品的部分呢 是包括了范围比较广 他含瓜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好 他是诸法的体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二根是诸法的用 用的部分呢 就是现在了 现在的时间 没有过去跟未来 他是现在的时间 所以他范围比戒品更小 所以先讲呢 我们的体 然后再讲这个用 然后在这个二十二根里面呢 总共呢 我们的这个根品呢 分三大部分 我想这一张我有记给同学 看一下这一张 五位七十五法这个呢 大概也要了解他的图是怎么分布的 就这一个根品里面 他的三个范围里面呢 我们有二十二根 还有讲诸法的聚生 聚生的诸法呢 就是我们讲的七十五法 里面的这个新锁这一块 好 法界的新锁这一块 就是相应的新锁呢 产生出来 好 所以 再来呢 讲的是六因四元这一块 所以呢 三个部分里面呢 我们现在先看的是第一个部分 好 所以第一个部分里面呢 他又分了这些项目了 好 第一个部分里面呢 他又讲了这个 先讲这个有部的根 对根 对根的这个定义 然后再讲了精量部的 蓄意部 再叙述呢 其他的 就是精量部的 好 那再来呢 就讲根的费 为什么要有二十二根 是他有哪一些条件 才能成立为二十二根 我们人的二十二根 那这个为什么他会成为二十二根的条件 是怎么样 那也是一样 先讲有部再讲精量部 所以世青呢 他会把他所成的这个学术的法脉 先叙述完以后再讲了 后来呢 跟加入精量部比较进步的部分 好 那再来呢 他就把二十二根做分别 就像我们前面的这个十八戒 有二十二门的义礼分别 有这个义熟 非义熟 还有呢 有漏跟无漏 好 那最后再讲一下根的体到底是什么 好 那今天的部分呢 我们上礼拜是看到的诵句 好 要复习是在我们一开始一二七 对不对 一二七月 一二七月里面 好 这个就是 这张图里面已经有吧 我们一二七月的前面第三行开始 二十二根有分解释意的 这个根的义礼 到底根的定义是怎么样 然后根的费力 根的体 租门分别跟杂分别 杂分别是呢 有一些租门分别没有分别到的 他呢 要再说一次 就是杂分别 这里我 我看我少写了一个杂分别 总共五个 好 那一二七月这个诵句呢 就是先讲有部的 二十二根呢 他是个别有所长来说出来 所以 第一个你看到传说两个字呢 就是 是我们世亲论师 他对这个主张呢 不是很认同的时候呢 他用传说这两个字 好 不过要进入这个以前了 我再把七十五法呢 稍微呼吸一下 七十五法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呢 因为他认为宇宙案有分析到最基本的要素 有七十五法 是组成有情跟无情的一切要素 好 那他认为 所以在有部认为呢 只要分析到最小都是有他的实体可言 好 所以 我们今天看到一二七这个诵句呢 他认为的二十二根都是有实体的 好 所以呢 他就用这个诵句 把二十二根个别的所长呢 说出来 那七十五法里面呢 有精神跟物质嘛 那我们知道呢 物质里面跟心法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心所法 因为我们人呢 心一有以后 这个相应的心所呢 有哪一些会跟着起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要了解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 所以这个心所 这一块寄生法就很重要 好 那心王跟心所呢 都是精神的部分 那物质跟精神呢 也是互相都有关系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都还是在有违法里面 那里面呢 其中呢 这个设法跟心法呢 这个就比较清楚 十八界里面的法界呢 他统设有不相一行 无表设跟无违法 还有心所法 那所以呢 这样子呢 这个法界这个地方呢 就是整个法相呢 在理论发展里面呢 比较重要的部分 好 有些呢 因为上礼拜比较细的部分呢 我就跳过去 然后把重点讲 那二十二根里面呢 他要讨论的就是 一这样的次第 不过他这样的次第呢 等一下会在诵句里面讲 为什么他会把眼的眼耳鼻舌生意放在前面 然后再讲从我们的身体 这个生根分成男生跟女生 还有呢 维持这一期生命的命根 还有呢 我们在这一期生命里面 你会有一些感受 这个感受呢 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他决定我们在呢 这一期生命里面的这个造作 造业 跟这个五寿根有关 然后呢 当你要还灭的时候呢 你需要有哪一些清静的根 来帮助你成就道业 这个性情念定会呢 又很重要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资粮 我们可以成就的三五漏根 好 就是最后这 所以呢 等于说 他认为这二十二根呢 是他列出来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才会成立这样的二十二根 那以这个我们之前的讨论 你知道有根 主张根跟是的两个说法 那我们的友部呢 主张的是根 近色根 他这一块呢 很重要 所以他强调 这个诵句都主张的强调是根 才会产生四 好 那就五字五 前五根呢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生根呢 他会产生四种事情呢 个别增上 都有增上的作用 就是有力量呢 往上帮助我们提升 好 那一个人呢 五官端正是人品的第一 为什么 因为人家看到你 第一个就是印象是你的五官 所以他自己觉得五官呢 这个眼耳鼻舌 生呢 是有增上 对我们有增上的作用 好 是庄严生 第二个呢 他认为呢 有导养生 就是呢 当你呢 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 你赶快呢 会引导自己去保护自己 怎么样做一个防护 好 当然你听到呢 这个铃声或是呢 汽车喇叭声的时候 你会注意他是来自于哪里 或是呢 赶快呢 要走到哪个方向比较安全 所以这个导养生也是五官呢 给我们的一个呢 作用 增上的作用 再来呢 是生 产生氏的作用 好 我们呢 要从近色根才会产生氏的分别 因为由眼根去取外晒的射镜 然后这个氏呢 才会产生出来 好 所以下面呢 他讲到是说 个别的这个相应的增胜 让这个殊胜的功能呢 可以产生作用 所以他有一个增上 如果呢 没有五根 假设你的根坏加四就没有办法作用了 这个是有部的主张 那但是金部主张的是四件加 他强调的是四 这两个 下一个颂句就变成强调的是眼视的视的重要性 再来第四个呢 不共视 就是说 个别个别的作用 眼睛只能见色镜 耳 只能听声音 鼻子只能嗅香味 不能说眼睛去嗅香 舌头去看颜色 所以不会相混乱 这是他认为的 这我想从我们前面一路呢 戒品的介绍到现在 应该各位都知道 不共视呢 也是一个 根的一个殊胜的功能 好 再来呢 嗜根于二种 第二句呢 就是我们接着哪嗜跟嗜有两种作用呢 就是命根 义根 还有男生跟女生的根 他们的个别呢 有两种 这与二种是个别呢 都有两种增上的功能 好 第一个呢 就是友情他有这个差别性 我们看出来 这是男生 这是女生 那当然一开始呢 我们是没有这个分别的 因为是中性的 那就是从光阴天下来 但是因为呢 我们的分别贪心 还有污染的心 让我们的根呢 产生了差异 所以从贪吃开始呢 一只呢 就飞不上去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呢 就生长 然后呢 因为呢 排泄的关系 又看到呢 互相排泄的地方不一样 产生污染染拙的 这个欲望的心 所以又个性刚强的又长了不一样 比较弱弱的呢 就长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呢 就变成呢 我们现在有男生女生的这个友情的差别 还有这个分别 还有这个分别 分别的话 就是从身体的形状 声音的大小 还有喜欢做的事情 还有呢 一些兴趣 这样的差异性来看 有两种 就是男女跟有两种事情是不同的真相 好 那命根呢 又有两种真相 就是呢 从前一期生命到这一期生命的相续 不管这个寿命呢 我们夺长 这个寿命一定会结束嘛 那前一期生命呢 结束以后呢 要继续到这一期生命的时候 然后他必须有一个相续的命根 继续让他呢 在这一期生命继续 所以有能续的真相是命根 好 因为有这个命根 然后再来呢 于现在 就保持现在这个生命 延续上一期生命 还有呢 保持我们现在这一期生命 这两个所谓真相都是有力的这个力量 好 就是有命根有在这两个特别的表现 所以四根于二种 就是他们有四个根呢 在两种方面的表现比较特别 好 那再来呢 还有就是意根 意根呢 比较重要 意根呢 他能维持后有的生命继续 续后有的真相 好 那我们知道十二因缘的后有呢 是在无名原形式 名色六路 促寿 爱取有 这个有本身他就含有后有 因为你生有只有一撒那 一撒那完以后呢 就是怎么样 后有了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本有 他能够续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是因为你的这个世呢 有来投生 好 所以有情的前一个生命跟后一个生命呢 需要这个意根 让它延续有真相的作用 好 那有部来说呢 现实生命的结束 是时有 这个时有 中有 还有呢 我们的生有跟本有 本有就是后有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一二八页呢 他就讲到怎么样来投生呢 这一段我想在小智的地方有特别提到 好 见达辅 好 我上里面也有补充 就是说 个别的性别呢 也会让你产生嗔根 这个 这个 贪爱的心 好 所以当你呢 看到你的四要进去的时候 看到男女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喜欢的是 这个父亲的时候 就是你会把父亲 贪爱父亲的时候呢 那你这个排斥母亲的心 那就相对 你是自受用身 因为你贪爱这个 你的心 贪爱这个就是跟他相反 所以你是女生 这样子 所以男女性别呢 是在你四要进去的时候呢 就决定了 因为你当下你进去的时候 你的自受用身是贪着母亲 还贪着父亲 你的男生跟女生的性别就决定了 这时候呢 中阴的一定会有爱跟慧这两个心 好 一个是贪爱其中一个 然后排斥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是序后有的真上 有这个作用 一根 一根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四八四要进去投身 然后还有自在随行真上 心能够导世间 就是呢 心能够呢 引导你去照善照恶 然后能骗射受 骗射受就是说 他能够呢 引导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好 所以呢 我们的心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个来当人是可照善可照恶 但是如果当畜生呢 他只受报 不照业 好 不能改变他的业 那天人呢 也是只受报 只受善业的报 所以他有福报 但是他不照业 所以呢 只有来当人是可善可恶 可照善恶也 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所以你才能修行成就 好 包括地狱众生 这是我们呢 当人的殊胜 也是心能导世间 心能骗射手 心能够自在随行 也是这个地方所讲的 那我们后面呢 就剩下看 还有两句 五八染境中 各别为真相 各别为真相 这一句其实是套前面三句 五于四真相 然后四根于两种真相 五八染境中是真相 各别是前面三个都有真相 然后呢 五 就是我们的五寿根 他是在染真相 八 有八个呢 是境真相 所以下面呢 宋句是这样子 他要把它拆开来写 这样会比较清楚 五于染中真相 这样你就知道他这个后面 所以他的句子为了简洁 有一些是省略 然后前面都可以共用的 所以五是忧 喜 苦 乐 舍 这五寿根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呢 每天生活里面都会 心呢 会有苦 心的苦交忧 好 然后所以他这里先写新的作用 心的快乐交喜 那身体的叫苦 身体的快乐交乐 好 那有一种呢 叫做呢 忠舍性的 就是不苦不乐的这种 但是这里不是修行以后的这种平等的舍受 而是呢 一种 不知道苦乐 迷迷糊糊的 糊涂过日子的 不清不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那它是叫做愚痴啊 就是无名 所以呢 这个是在我们生活里面 因为在虽然呢 有苦 有乐 有忧 有喜 但是我们通常是染灼的部分比较多 我们会在贪嗔痴上面沾黏 所以呢 苦 乐 忧 喜 舍呢 通常都是在这个污染的这个部分呢 比较多 所以它这里讲呢 贪也会增长烦恼 然后撑也会增长烦恼 鱼痴也是增长烦恼 因为你不清楚 你就会造业了嘛 那八于静中增上 八呢 就指性情念定会 这五根 还有三无漏根 好 这八个呢 在清静法当中呢 有增上的作用 好 清静法是指我们要导向无漏的智慧 它有一个资良 好 所以呢 这个性情念定会 这个呢 就很重要了 好 那一切清静善法要一天一天增长 我们刚刚讲 只有人可以掌握 好 可以造业 所以也只有人可以去修行啊 好 那这个它的杂心论里面的诵是 性等依清静 好 也一样 等字的代表是后面的性情念定会 好 前面那个讲完呢 是讲到都是有部的根建家 那下面呢 从我们一二八页的原汇法师这一本呢 他讲最后一行 从此第二续一说 从这个宋句开始讲的是呢 一说 一说的意思说 不是有部的说法 其他的说法 好 自禁呢 是自己所缘 好 假设我现在缘起的是蓝色 好 那就是我缘起的境界 我可以去了别 他是了别呢 自己缘起的境界上有真胜的关系 所以我总立于六根 好 五根呢 于各于四世真上 这是前面的说法 他觉得是根建家 但是四建家就是经部的说法认为呢 我们的庄严 然后导护 导养生 还有呢 生出世 还有呢 做最后这一个呢 总共有四个嘛 不共试 这四个呢 都不是根的作用 而是试的真上 而是试别的这个真上 那尽量部的意思是说 要了别六成色生相畏触法呢 只有六试才有这个功能 当你呢 在分别的时候 前五试呢 只能了别各自的境界 但是我们的意识 它可以骗原一切 当我现在眼睛在看头颖幕 耳朵在听的时候 你的共同的试是意识 两个你都很专心 当你用心之所在 就是你意识之所在 所以意识是可以骗一切处嘛 好 我们刚刚那个意根呢 意根里面有意识 也有意根部分 意根跟意界跟意识结 所以心能导释间 心能骗色受一切法 是说心呢 是可以自在 但是这个心就是在于 当你的哪一根在作用的时候 你的试在做了别的时候呢 它就在那个地方了 好 试是以了别的为特性 所以呢 它认为我们的这个眼根去射进以后 还要试进来才有办法 好 这是精亮部的说法 所以下面这个紫色的颜色呢 是告诉我们说 在了别境界是试的特能 就是特殊的这个作用 但是试要一根 所以呢 对眼耳鼻舌身 这五根能够了别 个别的境有真上 那六试就可以了别 所以一试是圆取法成嘛 法成就眼耳鼻舌身 就前五试的部分 所以六根呢 指于六试有真上 但是他本身并不能了别境界 六根只有 在六试有真上 但是他觉得他本身并不能了 是要呢 试才能去了别 好 所以对于前面讲的 导养生有真上 他认为是你的试啊 因为你很专心在走路 看着马路的这个标志 好 那看有没有左右转的车子 所以你过马路要很专心用心 要不然可能不小心呢 有一个车子从左转跑出来 就撞到你了 那意思说是你的第六试 很专心用心 然后呢 才能帮助你 不会呢 遇到这个危险 导养生 好 这是精量部的说法 那他这个再讲一次是说 这个我们是从眼培法师那边 引用出来的 因为试的通音试呢 假设我要了别青黄赤白 眼根呢 是不管什么颜色 他都可以取这个青黄赤白的颜色 然后眼试再做了别 但是如果色镜的话呢 就是色镜本身呢 他就是只能了别青色 他只能了别青色的 是呢 去了别青色的镜 所以呢 他意思说 是呢 他有通音 就是可以辨别所有的颜色 然后是呢 他可以依于根 随根而转 假设我现在是眼根就眼根作用 耳根就耳根作用 但是根的力量很弱的时候 是呢 就没有办法闪现出来了 那我们接着下面呢 是从生根 但是我们前面这个是 是根于二种 没有分生根里面的男女 那直接把它分男生女生 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是实体 因为我们刚刚讲75法来讲呢 他会分析这样子 有部认为他都是实体了 已经是分析到最小 但我们看到这个呢 从生立二根 就是这里的精量部认为呢 这个男女呢 是因为一生根而建立的 他不是像有部所讲 个别有实在的字体 就像我们刚刚讲光阴天的天人下来 他其实本来是中性的 但是因为呢去分别执着抓取 跟贪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好 所以呢 就会产生我们在这个外形 声音 志向 好 兴趣各方面的差异性 好 我想这个就跳过去了 只是后面有个地方了 有个地方好像漏了 所以等一下要请同学自己 把送中呢 这个重同分呢 就是我们有相同的一些性质 但是有个别的业力 相同的性质的部分是大家呢 都是人的这个形状 好 那这个重同分 他就是代表一个呢 人的同分 天的同分 天人 天上的天人呢 他们有相同的性质 好 那维持的是色法跟心法 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是由命根的真相才产生 所以呢 重同分里面呢是维持 这一期生命有多长的重同分 是跟命根有相关性 那就 这个是下一个 变成在下一句了 下一句 是于同柱杂染 亲近真相故 这个呢先讲 其实后面的是 用后面来解释 于同柱杂染 亲近真相故 因之呢可以套用 因之命根 是于同柱真相 于同柱真相 所以呢 这个命根呢 除了有维持 我们的重同分 这一期生命的夜有多长呢 那句子就会变这样 好 变成了把 扎染法中五寿根 我命根的这个没有出来 命根的就套用 因之命根呢 是 这个于同柱真相 那我们现在出现的是 于杂染 有五寿根 真相 这样子 也可以讲 于杂染真相 因之是五寿根 照他的句子 比较顺一点点 这样来看的话 好 所以一个一个套用 那于亲近呢 真相因之是五 不是 是性等 为根 性 性情面定会 这样子 好 所以就会出现呢 我们紫色的这个颜色的字 那因为这个地方呢 金部就跟有部一样了 好 只是呢 他后面特别把三无肉根呢 提出来 好 所以在宋句的最后一句有出现 我们这总共有三句的宋嘛 一二九夜有三句 最后一个是 为当之以之 聚之根 一耳 跟前面是一样的 好 一样是把音之套到前面 然后一样一一分别各立为根 总共有三个 好 那这个等一下来讲 那所以 在这里呢 杂兰法的话 我们刚刚讲 每天呢 你的苦乐忧喜舍都会出现 那你的心情就会起伏 那你就会开始呢 产生称心 贪心 或呢 无疑痴无名的心 好 这个大部分都是染污的 好 都是染污的多 好 清静的时候少 然后呢 你要修行的话 这个后面这个就很重要 清静中有性情念定会 他有真上 还有呢 三无肉根他就在后面讲了 好 好 那特别呢 讲到的是说呢 在软位跟鼎位的时候呢 我们的性情念定会是呢 在软位跟鼎位的时候呢 修诸观行 好 这时候呢 五根的力量 我们的五根跟武力 是在三七道平 这时候是降服你的烦恼 好 那会引发圣道 这个就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一个 五清静的部分呢 因为刚刚看到他想软位跟定位嘛 那就这一张图里面 你会看到在这个位置 好 在这个位置的前面有五庭心关 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 这个时候 弦位 弦位呢 那有软位 那五根呢 在这里 那五粒就在这里 因为呢 五根呢 就是往下砸的根 很扎实 然后呢 才有力量往上提升 这时候呢 忍位跟四滴法才会出来 好 所以的前 但是呢 前面呢 还要修五庭心关 那我们还要修四念处 这是三贤位 修五庭心关 还修四念处 那五庭心关 比较强调是子 四念处强调是智慧观 所以呢 那子跟关呢 在这个时候呢 都要开始修得很圆满以后 你就像开始呢 煮这个水 那这个温暖的度够了以后呢 那慢慢的来到了沸腾点 然后呢 再力量够了 这个忍跟四滴都在一个刹那而已 很短的时间 所以如果以上七道品 你看到他这个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 等一下 我看一下下面还有一张图 以这一张 比较清楚一点点是说 我们的三七道品里面呢 要先有这个 从这边开始 四念处 如果以刚刚那个弦位是五庭心关 然后再四念处 对不对 所以呢 五庭心关 是做一个训练 停止我们的贪真痴的心 然后你的这个四念处 这个慧呢 才会出来 你要长养智慧 好 因为做观 四念处强调的是观 观照的智慧 好 这个时候呢 你还要深入禅定 好 定力要再加强 所以疫情心关是加强 所以身心的训练 就在上面这一块 然后呢 再把你的戒律呢 更加的熟的更好 精进 好 所以是诸二末座 众善奉行 好 所以上面呢 虽然戒定会是这样顺序 但是 三十七道平是这样过来的 四念处 然后再加强你的定 再加强你的戒 这样子你的 开始展出的是你五根 我们的软位是在这个位置 好 然后呢 软顶在这个位置 好 然后呢 忍四滴在这个位置 所以 这时候你能够伸出圣道 是因为你加强了这五根的力量 那这是精神力量的养成 因为你的信心看得到吗 从你的行为表现出来 是看不到 但是从你的精进 好 好 那正念呢 从你呢 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不是很清楚 好 那你的 你的心呢 很稳定的时候 当然你有定力 你的观照才会出来嘛 好 这个会有以后呢 这个 我们的五个力量 又在展现的 更加的 在修行的力量 这个地方有增上 所以力都有增上的作用 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圣道了 所以下一张图你就会看到呢 这样的身心训练是这样的培养我们 再呢 进一步要精神力量的养成 好 精神力量养成 所以我们的五五进根呢 是很重要的 这时候呢 你才会发起决性 你的决性会开发出来 因为我刚刚讲这里呢 五力是一个增上的力量 好 再往前推 所以你这时候你的这个 从迷转悟的这个决性才会 我们叫做被诚和诚 好 那你跟世间人不一样 世间人是被诚和诚 他跟呢 这个世间法是合在一起的 他每天呢 可能他也没有这个决性 不知道自己呢 到底是 怎么样的念头都完全不清楚 好 就随着他的念头喜怒哀乐 然后贪真吃 好 所以这样就会产生七觉知 那七觉知是正阿罗汉一个呢 开始的前方辩 所以他可以转无明成觉 好 那也有这每一个呢 都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的条件 七个嘛 那你才会误入八正道 所以整个呢 五根五粒呢 是资粮进入圣道的资粮 我们的三个漏根呢 就在这边八正道这里展现出来了 那五进根呢 我记得我上次呢 有稍微跟同学讲一下 不过这样子呢 应该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你要知道 这五根呢 这么的重要 如果光这样几个字介绍 可能同学还是不是印象很深刻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讲怎样 那我今天呢 就先讲两个 每天每次讲一些好了 信根的话呢 怎么样是 不是光相信 有人说相信佛教 有的是觉得是 只是相信佛菩萨 那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叫做迷信 对不对 那你要去了解深入金帐智慧如海 可是你深入金帐以后呢 你发现 我好像呢 感受不到这个身心的转变 那你的信心还是不够 所以呢 你一定要有 开始呢 从我们的界定会下手去做 你才会去感受 然后你身心的清凉 所以 深圳虎顺 心静为信 就是说 我们以四圣地来讲的话 你对苦极灭道的 这个四圣地的真理要很深刻 然后呢 很正确的理解 不是迷迷糊糊一样的相信 那个都叫 还是跟着别人讲去相信都叫迷信 最好自己理解 还要自己稍微有体会 所以呢 我们介绍的这个基硕论 它的架构就在苦极灭道 但是呢 你看光一个苦极灭道 就可以写成一个论 这么多的内涵 所以不是很简单的了解就算是了 还是要深入去了解 那假使你自己的心意很符合 也很相顺 也没有违反的时候呢 那你心里是真正的信心有发生了 那心就会开始清净了 不过呢 这个时候呢 只是呢 你能够暂时扶住烦恼 还没有达到圣了 就是你开始有信心了 感觉有一种稳定的力量 清凉 但还不是圣人 这只是初步的信心 那我们要相信的是有哪一些呢 你要相信有业 我们人世间有三种业 善业 恶业 还有一种是不动业 不动业是什么 等下静坐半个小时就是不动业 就是你在培养你的定力 这个不动的业呢 会让你培养你呢 增加你的信心 因为呢 善根深厚的人呢 他不会随便动摇 那是因为来自于他有定力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不动业呢 能够增长你的善根 好 所以有三种业 好 那你相信有三种业 那你都要分别清楚 好 所以呢 修行也一定要修禅定 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你相信有 圣人正德的四种果位 相信有圣人 好 然后呢 你才会呢 心目 这个道 圣道呢 好好去修 然后再来呢 相信世圣地 我们前面讲过 还有相信呢 活法生三宝 这样的一个信 所以呢 这个华言经讲的这个 应该大家都听过了 信心是一切修行功德的根本 这跟普通的相信不一样 所以佛法的信要 业 果 世圣地 还有三宝 这四个你都要相信 但是你的相信 要深入的相信 然后又符合相顺 心里才会产生清静 那我们呢 有相信以后你就会 因为你相信有四种圣人的果位 那你要赶快修行 这时候你的心呢 就会有一个希望 叫做正法欲 这个欲呢 跟世间的胎欲不一样 是在修行精进上呢 想要赶快呢 解脱 好 然后呢 断烦恼 所以有了这个希望你就会精进 所以后面的性情 这个精进是跟着信心而来的 好 当然有时候呢 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忘记 所以为什么要不断不断的熏悉 不断不断的一支呢 努力 在听经文法 就是不断的熏变我们的八四 这个就串席 让你成为一个习惯性 那这个事情呢 一定是一个推动的力量 就是来自于信心了 好 那我们知道有信心的时候 你的菩提心 就会长养出来 开始呢 就是你真正的 有这个道心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才会在生死轮回的路上 找到一条解决的路 好 转泥成物 好 这样子一个信心的正法欲 这个是性根 好 再来呢 我要介绍这个 是因为我们每次都有静坐 那我想 静坐的人 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 让你们坐半个小时 有人可能以为是要休息一下 是休息有达到效果 等一下上课 比较不会再昏沉 那但是呢 这个相对性更重要的是 要了解 我们呢 这个修订 刚刚讲不动业的重要性 这个三谋地也是一个叫等词啊 平等 保持你的心的状态 这是调心的重要性 所以现代人的忧郁症很多啊 但是呢 唯有呢 用根本的方法是调节他的心 因为他太执着 某一件事情放不下 他就会产生忧郁症 那他如果呢 懂得去放松 他的心呢 就会慢慢呢 不会那么的紧绷 然后呢 训练到后来 他是一个稳定的 稳定的状态 那他就不会有忧郁症 所以呢 忧郁症最好的方法 根本治疗还是来从静坐 因为呢 在静坐当下 你的这个大脑分 分泌一个多巴胺 他会呢 有正向去相应好的事情 他就不会每一次都去想 負面的东西 那就要像丢垃圾 每天呢 你去静坐 把你心中的垃圾都丢掉 因为垃圾没丢掉 稽太多 好 就会呢 忧郁症越来越严重了 你看个新闻 或有什么消息 你就会产生烦恼 那你知道 这世间所有都是因缘法 透过佛法 透过这个调心 让你了解 这是因缘合合的法 不管他怎么样的变 那只是暂时的因缘性 也不是永远像 而且他是 石像里面的 所展现的暂时 所以他本来是具足的是空性 所以如果你的心的力量 能够呢 拔条好 这边讲说 当你在静坐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的心 有点紧张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引起掉矩 掉矩各位知道吧 就会想东想西 是散了 好 那这个时候 心是在往外发展 我们静坐是要往内 好 观自己的心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要放松 好 放松不用力的时候 又太松的时候 又会怎么样 就变成睡着了 好 就好像低沉的心 所以呢 要调心 就像悬一样 调得刚刚好 所以也不能太紧 也不能太松 是这个道理 好 那你要保持一个呢 清清楚楚 又明明白白了的心 好 这个就是要等词 所以三谋地也叫等词 好 那如果不注意呢 心可能就忽然呢 就不清楚了 好 所以这个都是呢 我们要去注意的 好 它是一个心锁法 在我们的大地法里面 有一个心锁法是三谋地 那因为五进根里面有性情念定 定了 有以后会才会出来 那这个定呢 它是帮助我们做官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五庭心官呢 呃 当你有贪的时候 你要用不进官嘛 那但不进官这个官呢 它是帮助你去掉这个贪 没有错 但是呢 呃 它这里强调是说 对于所观的事情 你的心就会定在这个不进的境界上 你不会贪 所以呢 刚开始这个五庭心官的停字 就是指 指助你的贪真之的心 让你的心定在一个境界上 那这个心呢 呃 它这个 就会呢 在这个境界上 前念后念 一支呢 在这个境界上 就是有一个所言目标 好 那呃 所以于所观是心一静性 它这个定就会产生出来 在这个境 它所观的事呢 是所观的视察 事情了 是呃 不是呃 我们看起来眼睛闭着就交官 哦 好 不是这样的官 好 要怎么样呢 呃 呃 要叫我们官的视呢 呃 下面这些哈 呃 他这里讲的是说 五庭心官里没有属习不进 这些都是官 官可以得定 他是要对呢 所观察的境界呢 有一种一心不动的观察 所以呢 这里的心一静性 你要很专注的去观察 现在你所看到 这时候呢 你观察到的是不是呢 呃 有 无常苦空无我呢 那观察是哪一些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据色论所介绍的部分 所以你对他的了解分析呢 是你当你在做观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观的更清楚 观五欲 观内六入处 颜耳鼻舌生意 外六入 外六处是呢 色身香味处 外六处 然后这样子 内跟外 然后再加上你的六四 就十八戒了 好 所以运处戒 整个都是做官的部分 还有呢十二因缘 还有四圣地 这都整个在据色论都是有介绍的 那介绍分析这些道理 分析的越详细 我想一个要做官的人 你只是 就像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跟我了解这个东西 它是哪些成分 它的分子小分子是怎么样组成 了解的更透彻的时候 你要做官会更能够呢 官的更透彻 就会产生呢 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法的实相的内容 好 所以呢 这个所观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戒品 的部分 那武庭心观这个停字有看到 所以武庭心观第一个先有 再来呢 试念处 因为武庭心观其实强调 虽然它有个观字 它强调的是指的功夫啊 刚刚讲 你在心很专注去观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的心慢慢就会去掉这个 你观这个不禁观了很久的时候 你这个贪心也会慢慢去掉 当你对一个人呢 没有办法慈悲的时候 你就要去 扩散你的慈心 不管是你的敌人 或是呢 所有的众生 你要想这些众生都是跟你有缘 不管是 可能你之前他是你的亲人 只是 这辈子实现的是你的冤亲在主 所以呢 这个呢 就自称心 然后因缘观可以了解所有都是因缘合格 就是愚痴 借分别观呢 就是让我们了解 没有一个实体概念的我 那讲到这个就可以讲一个故事 就是有两个修行人呢 在山上修行 然后呢都修行闭关了一二十年 然后其中一个 所以我们的念头也不能随便起心动念 其中一个就动了一个念头想说 哇修了十几年都没有进步 到底这个法门对不对呢 然后呢他就想说 我要到山下去再巡师访道 问一下呢有什么好的修行方法 就是外餐 结果他下山了以后呢 就是住在一个 因为下山以后呢就天黑了 他就找一个客栈的住 住下来以后呢 当天晚上他就在里面打坐 那因为他在山上闭关了十几年 所以呢他的功夫其实很好 所以他一做呢就入定了 那各位知道入定 因为可能有些人还没入过定 所以不知道入定大概怎么样 这边有鼠席关 鼠席关是致散乱是最初步 那慢慢呢你的席呢越来越细 细到后来成云呢 他的席等于出入席都停了 所以入定呢就是出入席都没有了 那就入定进去以后呢 他就没有时间空间 所以他也不知道说天亮了 该呢离开了 那以前的住客栈也没有去登记 明知啊或是说你住哪里 所以这个老板呢 发现奇怪 这个客房的客人怎么两天都没出来 他去敲门也没有反应 然后呢他想说那只好呢 已经过很多天了 他就破门而进去 发现了有一个人坐在那边 因为他没有修学佛法 他也没有打过座 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想说就用这个手靠到他鼻子 断气了 那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嘛 所以呢他想说又没有登记名字 到底住哪里都不知道 那他只好帮他散离后事啊 就把他怎么样 火化掉 火化掉 但是他其实是入定喔 他神事是 到别的时空不在这个人间而已啦 好 那就火化完以后呢 诶 这个房间呢 每天晚上都听到说 我的身体在哪里呢 我的身体在哪里 就是他来找 他要出定了嘛 找不到自己的身体 那结果呢 这个客 客栈就闹鬼了 大家都不敢去 其实不是闹鬼 而是说 就是他的神事要出来 找不到身体了 那结果这个消息 就传到他的同修道友那里 同修道友知道他出事了 他就想说 他要来帮忙他 因为他不能一直停留 在神事找不到一个呢 去积住的地方 或投射的地方 他一直在那边等他的身体 那他就跟那个客 客栈老板讲说 你就拿一个水缸 大的水缸 然后呢用火 就是用一些木材烧火 这样子放在那个 他住的那个客房 那他就在那边等 等到晚上的时候 他听到这个声音 他又听到这个声音了 然后呢 他听到这个声音 他就 他问 我的身体在哪里 然后他就指 他这个朋友 他这个同修道友 就跟他指水缸的水 你的身体在那里 那他 结果他就进到那里面去 还是找不到 他说我的身体在哪里 还是没有嘛 然后呢 在植火 他又进去火里面 还是找不到 然后呢 他的同修道友 就跟他讲说 你入水不淹 入火不分 就是说你到了水里面 没有被淹 到了火里面 没有被浑烧掉 没有被浑烧掉 那你到底还要怎么样呢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你已经无我了 当下他就悟了 就不再执着 他就去 应该是超越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常常会抓一个死我的概念 当他呢 迷在那一点的时候 还是要有这个善知识去破他 所以我们说 在那个中医世界的时候 你去诵经 你去跟他开示 为什么有效 因为那个时候当下 他的第六一世 已经是没有办法作用 只有前六世没有做 七世在直 直接很直心的时候 你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会进去 不过刚刚这个特立是 是一个修行人 所以不一样 当然他会更快的悟 他就没有这个执着 可能他就可以证得 我们的罗汉了 所以呢 这里是互带讲说 戒分别观呢 是由地水火风 组成我们这个身体 那我们会去执着 那鼠息呢 让我们的散乱的心静下来 所以这个五庭心观 是一种指的功夫 由此以后呢 再修四念处 将会修观了 那这个四念处的准备 一定是要怎么样 先守好你的戒 然后呢 你的心开始呢 能够呢 专注 立心正处 心形处呢 具足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因为你戒清静 你的这个心呢 比较没有这个染污嘛 然后所以呢 我们要先让你的心进化 所以五庭心观呢 就是把你这些贪真 自然物的心先停下来 那我们才能修四念处 四念处在这一块 见清静 他要深受心法去观 观察你的深念处 受念处 心念处法 这个强调智慧 所以呢 五庭心观还是强调在此的部分 然后这个就是有证见以后 你的修观才是正确的 好 我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继续 那这里呢 这一章 我给同学的部分呢 有一个我漏了几个字 那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我只是厚厚这个呢 这一个诵句 后面这个我还没讲 那这个等言显示 无漏三根呢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边我们的诵句里面有一个捏盘 好 等 增上 那个等字呢 这个其实我引用的是 我们在一二四五页 这个 眼培法师的245页 等字显示无漏三根 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说 我后面这几句忘记把它放进去了 就掉下 那诵句圣最后这一句还没讲吗 好 因为前面呢 我们的有部都没有强调三五楼根 那只有精量部特别强调 他强调是说 这三根呢 是一个见到修到跟无学到的次第啊 所以呢 为之当之根 对于呢 以之根有增上 因为呢 因为你后面的以之根要产生出来 一定要有见到你才会开始修到嘛 好 所以呢 为之当之根是见到时候的所有 那以之根呢 是修到的所有 那由见到才会隐身修到嘛 这是必然的次序 所以呢 应该有第一个无漏根才会得第二个 无漏根有增上 因为没有第一个无漏根 第二个无漏根是不会出来的 所以呢 以之根 于聚之根呢 又有增上 好 所以 余得后后道 这个后 后面呢 是 怎么样 可以呢 余得以之根可以对为后字 后面呢 是 跟前面之间呢 余得能够产生后面 等于前面可以得到后面的 这一个 修行的道 往上增上的意思 好 因为后面有增上两个字嘛 好 所以 一样就是 以之根呢 余得 聚之根有增上 以之根呢 是修道未聚之 聚 聚之根要道呢 无学位才能获得 那由修道 然后才能正得无学 这是必然的次序 这样子 所以尽量不特别呢 再把它呢 提出来 好 那聚之根余得捏盘呢 也有增上 的作用 因为呢 还有聚之根完以后 还 在无学道以后 还有最后呢 正得的是呢 尽智跟无生子 更圆满的智慧的时候呢 是达到不生不灭 有增上 所以呢 他后面解决了所有的烦恼以后呢 就正得捏盘 所以捏盘呢 必是呢 解脱烦恼以后才有可能正得 这是第三个的后面 那厚厚的意思是说 因为第二个是在第一个的后面嘛 所以呢 后面是因为有前面 要得到后面是要有前面的基础 余得厚厚到 余得厚厚到 对后面呢 前面来讲 对后面有增上的作用 余得厚厚 因为有两个 总共有三个 第一个对于第二个跟第三个呢 都有增上的作用 所以呢 第三聚之根是在乙之根的后面 所以有两个后字 因为呢 前面是 乙之根是在卫之根的后面 然后呢 聚之根又在乙之根的后面 其实有这两个 所以他用两个后字 那等字呢 是代表还有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是在我们 原非法师的一三灵业这里嘛 一三灵业的等字也是显现有 一三灵业的第二行 等呢 是附显更有义说 所以 为之当之根于见所断的烦恼 灭中了有增上 以之根于修所断的烦恼中有增上 修之根于宪法乐柱中有增上 宪法乐柱是当下呢 就是很自在清凉没有烦恼 那所以他至少要正到事果 全部的烦恼都断尽才有办法 好 这大概是我们上礼拜的 然后呢 一三灵业呢 我们请看一下同学翻到呢 一三灵业 一三灵 一三灵业 一三灵业从此大文第二呢 就是要讲呢 前面是讲 我们第一个是提到是根的定义啊 为什么会立二十二根 然后呢 一二七月是有部的说法 然后呢一二九月是呢 金部的说法 然后呢一三灵业这一个 要心所依此别 这边呢 是要进入这个宋句以前呢 第二呢 开始要讲 为什么要有二十二根 是哪一些条件 明根的费力 余中有两个 这时候呢 他先要讲这一段 才会进入那个宋句 所以数字中就是先讲有部的 然后呢二续一说 再呢讲也是一样其他的 金部的说法 初数字中者将明问起 将提 将明白的提出呢 问题 好 就是呢 世青呢 自己提问题 那就是论 论里面就讲 若真上的话就可以立为根 那我们看十二因缘是不是有 无名原形 四名 十二六路初受爱去有 对 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各位应该知道 这个 这一张 好 就是 我们的十二因缘 他认为说 若真上 那 无名以后会有行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 无名是行的真上呢 若真上略 那无名等性 因立为根了 因为无名的因 然后行是果 对 那意思说 对于行来讲 无名是一个真上 各个呢 别有真上 那再来就是是嘛 所以呢 这个产生是的时候 前面这个行 这个因呢 他是有真上 才会产生这个是 所以呢 这个是自己提 先假设 会有这样的问难 所以瓜虎里面写说 此曰至终为难 自己先假设 会有这样的问难 这是有部的 不是其他部派 十二因缘互相引发 有真上用 因立为根 这是瓜虎小字 是原会法师的解释 又语句 语句是舌头 我们讲话要舌头卷来卷去 这个发音会不一样嘛 有大声小声有卷舌音 或是呢 没有卷舌的音 那音立为根 又语句等音立为根 语句 还有呢其他些也要立为根 哪一些呢 这是外道 外道是素论外道 素论外道 他们讲了25名帝 他认为呢 这些也可以当跟语句 还有手 还有脚 还有大便跟小便的地方 他说 因为他们各自有怎样的真上呢 就是真上的作用 就是能讲话 拿东西走路 所以语直行气排泄 排泄物 然后乐是呢 产生了这个欲望 心欲的乐 然后如其次第 有这样的真上 解语呢 此曰外道 这个是素论外道的问难 外道素论中为难 就说那这五个 他们叫做五个业力的业 五业根 五个我们会产生业力的根 你讲话会造口业 手跟脚如果不小心也会造业 那笔中呢 这五根 语句呢 是肉舌 于语言上有真上 手于直有真上 足于脚走路有真上 大便处呢 气会物 就是排泄脏的东西有真上 小便处起淫乐有真上 应立为根 如是等事呢 不应 不应立根 有 但是你们有不没有去立他为根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所许根 有所 那你们所认许的根呢 有如是相 你们所认许的根呢 是到底有怎么样的像呢 就颂约 那他就要把他讲出来 就是我们后面 心所依尺别尺 住尺 扎染尺 知良尺尽尺 尤此 尤此 力量 尤量 尤量 尤此量力根 尤此量 尤其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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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讲到呢 我们把这个文字看一下好了 立根的原因 我看一下这边 好 刚刚还有一个三摩地的还没有看完 那我要静坐前再讲 我先把这一个前面这一个 我们的送句这一个呢 先看一下投影片好了 好 又抬后面了 好 这一句 这边 一切呢 不得立为根 真正成为根呢 要像这个 本颂所具足的条件 有如是相 有所许跟有如是相 要有这些条件 在我们这个倒数第四行130 他自己讲 有所许跟有如是相 送约呢 就是 第一个 要心所依 六根呢 要有内六处 好 就是我们眼根耳根 鼻根 舌根 生根 这个是内六 好 还有一根也在里面 是组织有情的根本 生命呢 要有这个六根完整才能完成 如果没有这六根啊 生命体就不能完成了 完成生命的六根 又为心 心所法的所依 所以说呢 心所依 好 就是呢 我们心呢 是一根而起作用的嘛 所以呢 心跟心王跟心所的所依 好 第二个 所以这里是六根 第一个是 成立的是心所依的这个条件 有六根 此别呢 就是男女的性别的差异 好 这是男女二根的差别 每个众生 在六根里面呢 又有长相的差异性 分出男女的性别 此别 然后呢 此柱 这个是用命根来讲 这六根呢 组织成生命体 要让他这一期 能够维持生命 保持这样子的生命 要依赖于命根 他有温暖 有势的作用在里面 如果命根断的话呢 就此友情 本有的六根呢 就不能注视了 那所以这个是命根 然后此杂然呢 就五受根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你六根对六镜的时候 你会有染灼的心 通常我们都是贪真吃这样染灼心 所以污染的多 清净的还是少 除非你也有修行 所以你在处的当下 有没有如履作异才能够呢 不再呢继续造业 所以所接触外境不同而生起不同的感受 这有真上 让友情有种种的这个杂然 然后此资良 资良呢就是 我们成为刚刚看到我们的五根跟五粒嘛 这成为进入圣道的一个资良 对不对 他们开发进入圣道的这个智慧 所以友情因为呢 有这五镜根 我们都本质具有 就像我们的活性本质 只是你没有好好去把它呢 培养开发出来 所以你的五镜根呢就看不到了 并不是没有 那六根之所以可以得五粒的清净的 这个智慧的 是由这个资良的关系 然后此镜呢 就是最后呢 达到清净就是三五漏根了 那他呢 虽然不是一般凡夫所人 但是呢 断境烦恼出世圣人 确定是做到六根清净了 因他有三五漏根为他的真上缘 这个此镜 所以整个宋具是心所依 此别 此住 此杂然 此知良 此镜 六个 由此六个量的来呢 平衡平段是不是要立这个根 以此六量来立根 六个来定量 立二十二根 所以佛教说的十二元起 刚刚我们看到的 还有书润外道的五作业根呢 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就不立根 这是有不立根的原因 在这个宋具 下一个是精量部了 就是精量部认为不是这样立的 那我们刚刚这个 还有一个三模地的还没看完 我把介绍完 其实整个静坐的重点不在于 当然你刚开始功夫已经是要修纸了 如果你纸的功夫没有 怎么有办法做官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带到后面 因为世间人也有修定 这个跟外道供的都是有修禅定 所以外道他们也会修定 但无论外道怎么修定 修得怎么样高 即使他在无色界 他也不会开智慧 就是不能了生死 所以佛法真正讲要这个了生死 在这个智慧 还是要靠我们在定心很静的时候 如始了知 所以这个心一静性有以后 你才有办法静入如始了知 因为你的心是定 你能够引发看到时有的境界 所以智慧的意义是要如始了知 所以我们在观 运触界十二因缘四圣地 这些你是如始了知 那就要不断不断的观 因为我们的深刻还不够的时候 借由论的分析让我们更深刻 所以如始两世 就是能够了解真正的 世圣地的真理 真实的理解 这个才叫做剥落智慧 才是真正的剥落智慧 所以这个三谋地 刚开始可能只是专注的功夫 刹那刹那念念在一个地方没有跑掉 没有吊局 没有昏沉 那好像这个水一直滴下来 那滴水久了也会穿死 那就要看你的功夫 力量够不够 我们的五根五立 其实你的三谋地没有以前 你有性情念这个都很重要 那你的定又有以后 你的慧会开展的更快 所以来学习文以后 你的思维跟修就在三谋地这一块了 思维是平常你要把我们上过的东西 你要思维 思维完你要去修正的时候 你要靠这个三谋地 修所成慧 如果你这个三谋地的功夫没有的话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 智慧的开展还是不够的 你会停留在世间的有漏定 或是只是帮助你调整你的心 让你今天心情比较好 或是身体比较健康 当然静坐的层次呢 最后是要断烦恼 要生脱死 那如果前面没有的时候 至少你让自己的心比较平静快乐 也是入门的一个方便 但最究竟不在那里 最究竟在这个地方开智慧 那过程呢 浅跟深就看你自己的功夫 你愿意多花时间静坐 你的这个智慧就会开展的越好 可能刚开始只是一点点不多 但是你会知道说 我今天呢 借由静坐这个心静下来呢 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我现在的观照到了 我也注意到了 那你就会知道 对自己的这个修行更有信心 继续往前努力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 先来静坐一下 先培养这个专注 如果有以后呢 再修我们的观 那我们继续上课 我们刚刚看到130页这里 好130页这个宋具整个呢 大概就是把这22根分配成这样子一个内容 那我们再把它看一次 刚刚看的市头影片 就是 利根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要立22根的原因 心所一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生根 是内六处四有情的根本 然后此别的 这是这六根项有差别 由男女这样子 这是此别 然后此柱是互由六根 此六根是一起 我们一个生命这么从出生到往生的 这样一起的安住 就是靠命根 然后此柱是我们的六根呢 里面的五寿根呢 此六根呈杂染 会让我们六根呈杂染 是因为五寿根 那所以此字都这个此字都指六根哦 你发现它有很多个此字 心所一此别 六根是一 心是心所一 然后接着呢 此别是这六根的分别是男生女生 这六根的安住是命根 这六根的杂染是五寿根 这六根的枝粮呢 是五寂根 这六根的清净是三无漏根 所以这个此字都指六根 此枝粮是此六根能够与无漏的清净法 产生出来 是作为枝粮 能与无漏净法 自己的那个痘化 我是觉得要化掉 然后改成在我们一三一页第一行 此六根能与无漏净法 作枝粮 再打痘号 是由性等五也 它那个上面那个痘号化掉 然后作枝粮的下面打一个痘号 这样子比较刚好 此六根能与无漏净法 作枝粮 然后打痘号 由性等五也 这样就是我们的性情念定会 那此就是六根的清净 此六根呈清净无漏的部分 是由后三根 就是为之当之 然后以之根拒之 由此六根四阶究竟 因为由这样子来立根 由上面这样的一个方式 有六个 来立根的话 所有事情都解决 四阶究竟 就是说 所有我们人生的部分 大概都在里面了 对 从我们的有漏跟无漏 世间跟初世间都有了 是故不应许无名等 所以不会有无名 还有语句等这些 亦立为根 比无此中真上用 这个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真上用 因为它这里就意思说 他们无名跟语句 对于这个六根没有真上作用 比无此的真上 此还是只六根 那从此以下第二 然后这个讲完以后 下面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三一页的 应该这边有一个字 算第四行 从此以下第二 开始换第二部分 是讲这个根的建立 还是废掉的部分 根的废根率 就是我刚刚给同学看 我们总共这一个部分 二十二根里面的第二个部分 是看到一二七页的第三行下面 二根 明根的废力 现在在讲根的废力里面的义说 义说是根在我们一二七页的第三行 有一个一四根的义 我们已经讲完了 有不根尽量不的 第二根的废力 你要建立或是要不用的部分 是由刚刚这个条件 那有步的说法讲完了 现在义说 义说是尽量步的 是四见家 四见中 那本身有步叫根见家 根见中 论云呢 富有余师 别说根项 又有其他的论师 另外说 这个有关了 这个六根的这个项 互送约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 或流转索一 他用流转根这个环面 流转索一 然后呢 即深注受用 建立前十四 前面的十四根是一种流转 那环面 是我们后面的五进根根 三五六根有八个 所以加起来是二十二个 就是环面的部分 就不受生死轮回的 所以这个是经部 他们去建立二十二根的这个方式 他认为这个根要建立 是因为这样子的部分 所以以这个我们来看这一张图 我们的生命是从无明形式 明色六路处受爱去有生老死 所以此生故彼生 这是流转 所以这样子因为贪真是产生 那你如果要这样子回去的时候 是哪边 不是在同样这样画 红色这边 没有生 然后就没有有 没有取 然后就 因为要没有贪爱 会没有取 要没有贪爱 没有贪爱 那你就是因为你的寿是平等的 平等的蛇寿 然后在寿的当下你很清楚 不是无明寿 是明寿 是清清楚楚的时候 你这个寿不会发展出来 所以这个明寿 清清楚楚的时候 你的六路 六根处六近的时候 你很清楚 你这边后面这个明色 你就不会 因为这个明色是我们在入胎的时候很重要的关键 是明色 那这个时候你在见到有缘人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不会被染污 你就没有进去 就不会长六根 所以这样还回去 就没有行照做 那就不会有无明 所以还灭是这样子的产生出来 就是这样子 停 我们还灭是要停起来 所以还灭 后面也跟前面一样 有深注受用 所依深注受用 依这样子来建立 所以没有无明的照动就没有行 我们这样是这样推回去 刚刚是 他是从这个前面 这也是从前面推回去了 就没有行为的照做 就不会有入胎了 没有入胎的事 就没有现在的这个色身 那就没有长出六根 那没有六根 当然你就没有六层的触受了 那你就没有六种感觉 这个感觉就会产生了爱取有 所以它的还灭 是从我们现有的现在现有的这个叶 叶报体去把它逆回去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本好了 先看一下131 或言 或言显持是 这个或字是显有其他的论诗的意思 有其他的论诗的意思 所以 约流转还灭 来立二十二根 所以流转是以四为题 不是有一个我 你看我们刚刚讲 所以佛教的强调是 一定的没有一个死我的概念 所以它还是一个是的为主 于生死中流转是因为你的是 流转有四个 流转的所依 是由眼耳鼻舌身 好 易 这样子 然后流转的身是因为 因为你会产生人 这个设身是胎身 那一定要借由父亲跟母亲才能产生出来 由比身故 这个流转身 那流转的柱是由命根 要依比柱 就是我们的这个命根的 维持你的生命的这个命根 你要依他而住 流转的受用 有五寿根 因为有五寿根 你能领纳生死的各种 在生命里面各式各样的寿 苦乐幽喜舍 所以流转的时候有五寿根 能领纳 然后上来就是上面呢 这样子有四个意理是 所依 然后身 所以我们或流转所依 即身 助受用 这样子有四个 这是力 十四根 十四根是我们刚刚看过的 有六根 男女 然后命根 还有五寿根 加起来是四个 失可之 这样大概从前面这样一看就可以知道了 那言还灭者呢 还灭是呢 生死的止息 就是你不要让他呢 这样子产生出来 停止 停止下来的意思 叫做还灭 那取涅槃德 取涅槃德 就是这个时候呢 还灭到后来呢 也没有无明就得到涅槃嘛 所以 刚刚那一张图呢 是 他的方向刚刚刚好跟我们前面这个是相反 前面这是无明发展出来 那我现在逆回去的时候是 从我们现有的这个生命呢 再逆回去 这是还灭门 然后他的归纳是说 当我没有无明 所以要没有这个火车头无明的时候呢 你才不会有这些 所以他这边提到是说 还灭取涅槃德 因为你没有无明 当然你就可以 这里有看到德嘛 那你知道这个法相的东西呢 会讲到的不相运行里面有德非德 那德到了涅槃 有德到涅槃喔 那为还灭的体 取涅槃德为还灭的体 然后呢 还灭的位当中呢 在还灭的这个位置当中 同前四翼 这个还灭里面呢 跟前面一样的也是有能一 有一个所一啦 刚刚我们讲的流转的能一是眼四的话 那所一是眼根 一样能一的是耳四的话 那所一的是耳根 所以他这边呢 他的四翼一样的是有一个 所一身助受用 同前立后面的八根 还灭的所一呢 就是性 敬念定慧 这样这五根 所一 那能一的是我们的意思啊 对不对 你的心 一切善法呢 身之本故 就是从这个 所以要多多开发你的性情念定慧 那个越多越好了 那个就不会怕太多了 然后二呢 还灭身 就是身的部分 还灭身由未知当之 然后呢 入正定据中 这个就是因为呢 你有修定的是呢 见到了未知当之 是还没知到 但是呢 正要知道 正要知道的时候 就是进入见到位 入正定据当中 此出身故 这是最初呢 开始 好 就是指见到 是无漏会的最初开始 好 然后呢 这个生出来 还灭的生是要开始有无漏智慧 还灭的 得住 有看到得字 是得住在哪里呢 是因为呢 有涅槃得了 就是这个住呢 是因为涅槃 就是有身住 那这个得到涅槃以后 是由乙之根 我们刚刚据之 未知当之 以知是修道位 对不对 令得涅槃相续起 为了要得到涅槃 所以要相续起 就继续修道的意思 那这个住就是说 你要得到这个涅槃 你要怎么样 继续一直保持在这个修道的位置 一直往前 相续而起 继续一直保持 第四个还灭得受用 受用了 得到受用 那就由聚之根 由聚之根受用献法乐住 这时候呢 达到聚之根是无学位了 他能够献法乐住 正德阿罗汉的时候是献法乐住 就是在定当中身心很清安自在 然后呢 初定也能够断烦恼 没有任何烦恼 自在的意思 那所以 诱论节约 这样的结论呢 是根量由此 这样子的根来定这个量的话呢 这是精量部的说法 就是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不增不减 好 由 极有此缘呢 精力次第 因为这样的因缘呢 经典上有规律的就立22根了 所以他的22根呢 还是从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六根开始 然后再立男女二根 然后再立后面的部分 五受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通影片 看完再看课本 就是全部的活法呢 不出流转跟怀灭二门 所以包括我们这个 计色论的章节的安排 也是成应该苦极灭道 苦极是流转 还灭是灭跟道 这二门 然后的22根呢 就依这样的二门来建立 由前面的14根是成立流转 流转 而后的八根成立还灭 这样的22根是圆满巨竹 既不可增也不可见 那先说流转门的4意呢 是第一个是指我们六根 在友情生死流转以4为主 所以这里讲的是 还有包括我们的1根 假如这个1根没有进来的 前五4也不会作用 那所以这是流转的所1 能1的话是里面这个 所1的是1根包挖在里面了 流转的生呢 是男女二根 这样子 因为它是一个真上缘 假如没有这个异界的兽胎呢 你就没有把他生出来 流转的柱呢 是命根 因为生命相续不断的主要原因 是靠命根 流转的受用是五兽根 因为你在这个人世间 你会呢 取这个外在的客观的境 所以六根受用客观的境界 因而有苦乐 忧喜舍的感受不同 当领受客观的时候呢 叫做呢 忧苦的情绪 或就是有损于生命体 或发生喜乐的情绪 至于指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心会有忧 然后呢 心的快乐交喜的情绪 那喜乐是争议我们生命 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受用 好 然后呢 接着呢 他讲是 这个 这里是我们前面讲完了 是建立前十四 是总说前面的部分 这个就不用再重复了 同学都很知道 就是四根就这样子产生出来 后面八根呢 以还灭 一样是四意 好 所以亦然是一样是用四个 这个亦理 所依受生安住跟受永来建立 好 还灭后呢 亦然 后面的还灭也是一样 用这个亦来建立 好 性等五根呢 为还灭 因为呢 这五根是出生一切善法的根本 那依此禁法向还灭的道路一步迈进 二呢 未知当之根是还灭的出生 因为我们从呢 有漏的凡夫 不断向出世的圣道进行的时候 我们知道建道位是前十五星 好 最后那个是修道位 好 这无漏法出 神最最的出生是指呢 最初开始的这个无漏法 是从建道位开始 叫做呢 以前从来不知道 现在呢 正要 最当之是正要开始知道 正知道了 好 所以叫为之当之 正知道了 好 为还灭的出生 好 以之根为还灭的安住 从建道位进入修道 在修道过程呢 有以之根的力量啊 常常呢 因为我前面已经见到 那我以之根呢 在修道 常常保持这个 最初所得的这个 见到的无漏的智慧 相续无间 无间事呢 没有间断的限期啊 使之安住不思 所以他这边写说 由以之根令捏盘得 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让捏盘得到是因为有相续的以之根的这个力量呢 让他一直保持下来 让他不会呢 撕掉 好 所以呢 一枝要修正习气 一枝在二果跟三果不断在 这个以之根是在二果跟三果 然后巨之根呢 为环面的受用 好 就是由修道进入无学道的时候解决了一切烦恼 杜脱一切苦恶 所以由巨之根的力量受用献拔肉组 叫做受感受真正的断烦恼的泄脱自在 好 就是巨之根 所以这个是环面的受用了 最后这个 所以二十二根的建立由流转环面四根呢 我们的二十二根的次第也因为这样的四个意理的安排呢 所以他会先讲这个 所以不管你看到的是一三零根一三一 这两个颂句他的安排是都一样的 对 都是从六根先讲 再讲男女 再讲命根 对不对 你自己看一下此柱 此柱 好 身柱 开始身 然后呢 柱扎染 他这里的身呢 是男女 然后柱的话就开始讲命根 然后受用就讲 我们的 这边住完以后他的受用 因为他这里是一个流转跟环面 所以他这个受用是指五寿根 后面呢 环面的部分就是性情炼定会了 还有三五楼根 所以八个是这 不管颂句呢 一三零或是一三一 两个安排次第都是这样子 可以比对看看是不是 所以季色论整个安排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名相出现 法相呢 他都会说得很清楚 都不能 要一个字都不能改掉 下面呢 就要开始 是我进入我们 一二七页 我看到根的体 第三讲根的体 这个送去二一三到二二零 要开始讲根的体性了 是二十二根的体性 是什么 所以呢 在一三一页的倒数第二行讲 因为环面流转 二十二根都不可真或减 那次第也是照这样子 经历次第 经典上也有提到二十二根 就是这样历次 他的次第在论里面才有讲 为什么 那在倒数第二行从此大文第三呢 明根的体 余中呢 严等六根 再来女男二根 此次八根 在我们戒品里面有讲 戒品有讲到前六根没有错 那生根其实涵瓜在 男女二根是在生根里面 所以等于是戒品讲完了 一三一页的倒数第二行下面呢 命根及性等五根呢 此六下文当辩 命根还有性等五根呢 这个后面 进入后面的这个 一门分别会讲到 因为为什么呢 命根是不是属于不相应刑法 对 好 然后呢 性情念定会是属于新锁法 新锁法 这个就看一下我们的这一张 给同学的讲义的第一张 你就会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看到 性情念定会 性情念定会 这都在新锁法 大地法跟大善地法两个 所以命根在哪里 在这里 命根在不相应刑 那其他都在新锁法 那因为命根跟性等五根 这个都在聚生法当中 那我们的章节安排是 二十二根讲完还有聚生法 所以他就把命根跟性情念定会 放在聚生法那个章节 此六下文当辩 就后面的义门那里会提到 那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乐苦忧喜 这五寿根还有三无漏根呢 其他地方都没有讲 更无转变处 所以这个地方要说 不经因此 所以他现在开始讲的是 没有讲到的五寿根跟三无漏根 所以这个宋句呢 刚刚看到这个宋句呢 就是开始要讲到的这个部分 他也是根的体 因为呢 这边有五寿还有三无漏根 那我们的三无漏根呢 里面其实是由性情念定会 还有喜乐跟舍三寿嘛 这个等一下我们在里面看到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他从我们的三无漏根是依久而立三根 一九拿九格呢 就是五进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还有呢 喜乐舍一根 有一根嘛 九个要记得 我们一开始在那个戒品的最后就 就讲到三无漏根一拿九个 一根 还有呢 我们的苦乐幽喜舍六个了 然后还有呢 喜乐舍 因为你已经呢 一界才有幽跟苦啊 上二界已经没有了 那你已经正得三无漏根也没有幽跟苦了 一九立三根 那我们现在讲根的体性里面 其实大部分也都有把苦受根放进来这个三无漏根里面了 三无漏根里面有 好 所以在戒品的部分呢 我们有介绍到 那但根的体性究竟是什么 我想我现在先把我的头影片看一下 我们再来 究竟什么还没有做具体的说明 所以呢 要再举两个颂 这两个颂 这是一个颂是四句啊 至于是八句是两个颂 那讲到根的体呢 延等五根 未取外界的五进 而生内界的五四的机关 好 所以他的体呢 为有形的色法 好 然后颂根呢 为过去的六四升起 要再呢 产生下一个六四的所义是在颂根 好 那其体为五形的星王 这在呢 戒品 也有讲过了 戒品 好 那男女二根为生根的一部分 这里还是在强调是哪一部分 就是我们一三一页倒数这两行 他在讲 有哪一些根呢 在哪一些章节已经讲过 男女二根为生根 非离开身体 所以其体也属于色法业 这在呢 本品的开始是哪一个 就是我们的戒品啊 已经讲过了 然后呢 命根要保持身心 合合的时候的生命体 叫命根 他属于非色法 非心法的不相一行 所以他放在七十五法里面的 不相一行 因为他里面有色法 也有心法 是保持他们合合的一种生命体 所以呢 他是不相一行 然后性情练定会呢 性跟情这两个 是属于大善敌法 我们刚刚 今天补充资料 你有性的话 你的情就会出来 你有善法欲嘛 虽然你有一个心想要成活 也是一种贪念 但是这个是好的一个动力 有这个好的动力 你就会精进努力去修行啊 那念定会三个呢 是大敌法 所以在这两宋里面 所要讲的是 五寿根跟三五六根 这个部分而已 五寿根以寿为体 然后三五六根以九为体 这样子 所以这也没有讲到五进根 因为这个在这个部分 性情练定会跟 这个大善敌法跟大敌法 要等聚生法 就是我们心起来以后 心所会产生哪一些 会产生聚生法 那个部分再讲 所以五寿根是以身心的感受 不同而建立的 所以一生而感受有苦跟乐 就建立苦跟跟乐跟 因为生是前五寿 你现在了解 我们前面讲的 生是五寿 心是第六意识 那五寿是有寻有寻 而且前五寿是自性分别 是直接的 但是加入你的心的第六意识以后 就变成随念分别 跟季度分别了 所以生所感受的 直接就叫做苦乐 心的时候叫做 第六意识 我们会有忧跟喜 这两个不一样的名词 因为这叫法相 法相就是要把生跟心分清楚 身体叫做苦的时候 心叫做忧 身体叫乐寿 心叫喜 这个就 这个名项你就要分别 若生若心所感受的 无苦无乐 无忧无喜 这个时候叫做舍 舍根 所以诸寿总设为 身寿跟心寿 这两个 这一张图应该是 有买技术药的同学就看到 身寿的部分 就是前五识 然后忧跟喜是心寿 是第六意识 舍寿它是怎么样 很特别的 因为身心的不苦不乐 都是相同的 时候它就没有去分身跟心了 都叫舍寿 身不悦是苦 这个是身中的苦 受心所与五识相应 这我们讲的是身 五识就是 理纳客观的这个 顺境跟逆境 升起不悦的时候 因为这个不悦情绪 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所以你的肉体就会比较 身体因为这样产生了有一些疾病 可能是因为情绪引起的 那身月呢 明乐 那如果你身体呢 是感受到快乐的时候呢 那你的身体也会比较健康 这个下面呢 所以这个颂句是 身不悦明苦 即此悦明乐 这个即此是什么意思 在一三二月 即此是身 跟前面一样身体去受 身受的悦呢 叫做乐 即此是身体去感受的悦呢 叫做乐 然后下一个 即三定心悦 这里要提到的是呢 因为我们三禅的时候的五禅之 因为这个寻世喜乐 三禅有一个乐 这个乐跟我们刚刚身体的这个快乐呢 即此悦明乐 身受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亦属乐跟所思 因为它是比较呢 属于宁静的 照通常来讲 亦是相应的受呢 不是喜 就是忧 无所谓的乐 那我们这个三禅怎么会 变一个乐出来呢 但三禅中的心悦呢 特别例外 它叫做呢 乐不叫做喜是什么道理 因为在三禅中的心的喜悦呢 它的相非常的安静 跟喜比较起来 喜比较冲动 然后呢 乐比较凌静 击静 没有任何的躁动 而且喜相比较出动 其得知者身心的雀跃 像海水这样子 波桃汹涌的感受啦 就是起伏很大 那三禅的时候呢 叫做无寻无事 心呢 开始进入了 寻室没有 喜也没有 才有来到乐 所以它因为离此动态 就不能叫喜 它只能叫乐 所以这个 看你这个五禅师的这一张表 你看到初禅是离恶不善法 离欲戒了 离生喜乐 那初禅有寻室喜乐一心都还有 所以检查自己呢 这个时候的你的心呢 有一静性的时候 还会相伴着出现寻室喜乐 寻室有一定是在止的阶段 因为你有找这个目标 然后你也找到目标 然后你一直在观察这个目标 寻室是在止的阶段 当你的止的功夫达到一个阶段 你会进入喜跟乐的禅之 然后再来呢 有时候会出现心一静性 那我们看到三禅这里呢 就只有乐跟一心了 因为二禅的喜是比较冲动 刚刚看到 还是好像呢 这个海浪波桃呢 比较大一点的快乐 所以来到乐的时候 它是比较激进的 就是这样的比较 它给这个名词的时候呢 它有这样特别的定义 所以吉三定心悦 三定的心悦也叫乐啊 特别要这里再强调一下的 但是它跟深受的乐是不一样的 然后余处此明喜 那其他的二玉戒啊 初禅啊 二禅的这个乐呢 就叫做喜了 你看到他们都是喜 四禅本身就舍念清静 所以到舍的时候 它也没有喜也没有乐了 所以呢 也放下前面的喜乐 在这里余处此明喜 余处就是其他的部分呢 是有欲戒、初禅、二禅的部分的心悦呢 叫做喜 这样子 它顺便把这个禅定的也讲一下 因为这个名项呢 会一样乐的部分呢 会有前后的不一样 就是禅定当中 跟我们的身体的乐不一样 所以第三禅的友情呢 前五世的活动已经完全停止了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巡视啊 有前五世是有巡视 但是你刚刚看到三禅是什么 乐、一星 他没有巡视哦 所以呢 前五世的活动没有 已经完全停止了 没有呢 与五世相应的身受 好 唯有呢 与义士相应的心受 因此呢 他的内心所得到的欢悦 是叫的乐 不叫做喜 好 那刚刚讲到那个故事里面的入禅定呢 也不是在三禅 因为三禅的前五世 他的前五世 入定一定是没有 完全一定是 包括他的呼吸 所以他是在这个位置了 舍练清静 进入的入定的位置了 就是这个地方了 他完全都没有喜乐 才有办法进去入定 然后人间很粗糙的呼吸 暂时也没有了 他是靠那个 另外自己身体的一个系统去供应他身体的能量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这边呢 圣政理论里面 九世霍富乐根色意殊胜 这个乐根呢 是能够 色意就是能够让我们有好的感受的 很殊胜 喜根呢 也是有好的感受 但是不如是 则不如是 没有像了前面这个乐根 有此第三境律的乐呢 朱胜说 很容易有人会沾着在 所以你的嗜禅呢 一定要舍掉前面的这个乐 所以剩下一心 余处此名喜 这个名呢 心的寿中的喜 余处这是三残以下的部分 因为嗜禅没有这个喜了 所欲的欲戒出禅二残的是三地 与意识相应的受 若内心感受到特别的欢愉 就是叫喜根啊 得此喜根的友情 不论在散地的欲戒 定地中的色戒 无不沾于此 无不沾于此 就是说都会有 在这个地方呢 会有喜的这种心呢 禅之呢 产生出来 不明为乐 这三处的意识 跟第六意识相应 同时呢 得此片处身心的喜受 就像呢 一个贫穷的人 忽然间有宝得到了 一旦呢 所以世间上其实最快乐的乐呢 不是你吃的美食啊 得到很多的财宝 穿很漂亮的衣服 或是你最喜欢的事情 而是呢 这个三残的这个喜 好 所以呢 一旦呢 欢愈过度的失去呢 立刻又升级又恼 所以他意思说 这个喜还是不稳定嘛 还是会失去 还是一个无常的部分 好 那这个前面的讲完 我们先看一下课本好了 请看一三二页 一三二页 一三二页这里呢 身不悦名苦 身未身受 好 就是 这也身受 依身体而生起的缘故 叫身受 好 这是我们的五四相应的受 身呢 是所依 受呢 是依身而起 叫身受 身之受故 所以叫依主事啊 因为呢 身体是主要的 那依身体而起的受 叫做呢 依主事 这个依主事是一种范文呢 翻译的时候 翻成汉文的时候 他用这个范文的这个文法的哪一种 好 身受是身之受 就依身而产生的受 叫依主事 用这样子的这个解释 好 翻译 那言不悦者是呢 损脑 是损失脑坏的意思 好 于身受内能损失脑坏的 叫做呢 是苦根 吉尺 吉尺就是身受啊 喜悦的叫乐 好 身受月名乐者 及前身受名为吉尺 好 这个前面的身受 我们在这里叫吉尺 好 月 吉尺月 吉尺就是这样的身受的月 好 于身受中能设意者 有好的感觉叫做乐根 吉三定心悦 心呢 就是第六意识啊 我们的入定就是第六意识呢 暂时停止作用了 此第三定三禅呢 心相受相应受 能设意 好 然后能够呢 感觉很好的时候呢 叫做乐 我们三禅是乐一心嘛 有时候这个禅之里面的乐禅之 跟一心禅之会交替出现 所以叫做第三禅 那五世无故 五世就是呢 他没有寻世了 这时候他没有前五世的作用 无身受乐 为心悦名乐 好 没有身受乐 好 这是他的 这个身体没有感受到 只有心的喜悦的乐 好 余处此名喜 好 余处此名喜呢 就是 除了第三禅 下三地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欲戒 出禅 跟儿禅 好 这个 此则是第六意识的心 好 就是 这个 余处 这个第六意识的心呢 都叫做了 心的乐 这个 这个词还是指词心乐 其他处的心乐呢 就叫做喜 这样子 所以第三禅律的心乐 安静 离喜贪 之故 所以叫做乐根 下三地中的心的喜乐 比较粗燥 出洞 有喜贪 所以为民喜根 到这里是我们刚刚讲完了部分 好 那还有时间我们继续把它这一句也看完 那回家同学顺便自己看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心寿中的忧 心不悦交忧 所以寿心所与意识相应 灵纳客观不合自己的意思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烦恼 就会有忧心所出现 好 所以呢 生起不愉快的情绪 使精神上遭受打击 或以事以为民不正 是忧根 好 所以 心不悦名忧 忠舍 现在呢 他把苦跟乐介绍完了 还有喜也介绍完了 然后呢 忧现在刚刚那句讲完了 是心的苦才叫做忧 那还有忠舍呢 忠舍二无别 生跟心这二寿中的舍根呢 他是不苦不乐 是储中庸的 所以身心跟外境接触 隐身 不苦不乐的 好 没有高兴 也没有 这个 排斥 好 的时候呢 叫做忠舍 忠舍 然后以五事的相应的身受 既无异于肉体 也无损于肉体 所以以意识相应的心呢 对精神也一样 没有对精神有帮助 也不会耗损你的精神 所以不忧不喜的忠庸受 叫舍 舍根 那二呢 就指身心 忠舍是身心两个都没有差别了 一样呢 任孕而生 任孕就自然不加功用行 自然就产生出来的 也同样没有分别 所以通 身受心受 总立一个舍根 好 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 我就刚刚给同学看过 就是舍受的地方 它的五事跟六事都一样的 好 那最后呢 再讲了 见修 见修无学道 就是见到修到无学道 这样三个 一九立三根 好 一九立三根 那要进入这个时候 我先把刚刚那个看完好了 我们请翻一三二页的倒数二事 就是第五行下面开始 心不悦名忧 意识相应 能损恼受 因为心跟这个相应 你就心不悦名为忧根 忠舍恶无别 忠是非悦非不悦 不是喜欢也不是不喜欢 就是不苦不乐 此处忠受 就是舍根 二者身心二者 身是五事 心是义事 舍在身跟心同样无分别 舍在身心相同没有分别 同无分别 任运而生 自然不加功用行 他就自然有 故虽通二立一个舍个 又论约呢 下面这个论约是在论里面有提到这一句话 那个圆徽法师把他引出来 在心苦乐多分别生 在心我们会有苦有乐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心 去生起 大多数是分别心 那在生不是 在生不然 不然你有看到两次吗 在身体的话不是 不是分别心 因为我们前五事叫做自性分别 他是直接的 他比较顿 就是直接 他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不然不是前面的分别意思 前面是多分别生 大多分别 那在生呢 大多不是分别了 他只有自性分别而已 随尽利故 就随着我们的环境的力量产生苦受跟热受 我们的身体会感觉有苦 今天很冷 你会不舒服 太冷了 太热也是 身体的这个直接的反应 是随着境界的力量 去产生苦乐受 阿罗汉呢 等阿罗汉这个圣人呢 一如四身 也是他们对天气的反应也是直接嘛 对不对 故随此跟身心各别 所以随这个 跟身心各别 身跟心是有不同的 身叫做苦跟乐 那心叫做优跟喜 解约呢 在心苦乐者异地受 异地 就是我们的 第六意识去感受是我们的心 苦乐在心呢 是分别而起 苦名忧 乐名喜 这个心的时候要特别给他的名称嘛 所以身心各别是因为呢 这个是直接反应 那直接反应跟身体的直接反应 跟心的分别升起是不一样的哦 这里要分清楚 解约是元辉法师 在我们的心 我们是第六意识感受 所以呢 第六意识感受的苦乐呢 是有分别的 他是因为分别心 所以我要把苦叫做优 要把乐叫做喜 然后呢 乐受在第三禅 乐受在第三禅呢 就没有分别了 但是特别强调的是 根据前面的诵句 第三定心乐也是乐嘛 乐在第三禅呢 是一种无分别 不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身体的苦乐有 有没有分别 他也是无分别 对 但是这个是禅定 无寻式的分别 未减此故 未分别跟三禅的乐呢 不一样 好 所以我的心的分别 我就要做喜 心的分别就要喜 因为三禅其实也是 已经没有前五四 已经是比较属于义识层次了 所以他这里的乐呢 跟前面的身体的不一样 跟心的又不一样 所以心我们就要喜 不叫乐乐 他这里是说 要跟我们的心的乐分别 所以心的乐叫做喜 不叫做乐 故言多分别心 所以呢 前面的心之苦呢 乐呢 这个乐呢 是由多分别的 故言多分别 因为前面的是多分别 生的 那这个是无分别 所以苦乐二受在五四身是无分别 名为不然 不然是在哪里出现 一三二叶倒数第二行 这在身不然 所以说在五四我们这个身体呢 他是自性分别是无分别 不会像心多分 这也不然是不会像前面我们心的苦乐多分别 他的前面不是在心苦乐多分别 生吗 就是不会像这样子 所以在五四身无分别 故 名曰不然 所以五四身是随境 环境的力量产生 所以呢 是直接的反应 交自性分别 那也交五分别 阿罗汉等呢 举圣同凡 不管是圣人还是凡夫 从圣到凡 都一样 都一样 故此苦乐在五四身 名苦名乐 五四身 然后在第六异诗教说 喜跟忧 这个要解释 法相 为什么要喜跟忧 为什么要苦跟乐 解释很清楚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 回向请 愿以此功德 普及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